我只要那个0602这边的话 我只要UBI里面的 他这边的栏位数还蛮多的 他总共有这么多栏 但是如果我只要前面几栏好了 比如说他的代号 他的名称 然后他总共可以听几格 他目前有几格 比如说我前面这四个栏位好了 其他栏位我暂时不需要 我只要抓这个栏位里面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练习怎么样 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CSV我觉得比较简单 因为他结构就是前面讲过的 那所以呢请各位就练习一下 再延伸练习什么 那个Jason跟XML Jason的话你会把它点进去 其实跟刚刚那个也蛮像的 因为一个什么 一个中刮弧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eValue之后 把它丢到一个串列里面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一个大刮弧 就是一个字典 keyValuekeyValue 那里面的话呢 总共就是有刚刚那个我们首页这边看到了 总共有这么多栏位 所以里面你会发现我这么多栏位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多栏 我们可能就是前面四个栏位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抓前面四个栏位 我是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一样嘛 切就是直接把字典切成那个Value部分 key不要key的话就栏位名称 因为key的话 我觉得Value这个Jason档 也是感觉他其实一直在重复资料 因为栏位名称一直重复 感觉好像并不怎么 并不怎么那个就是 那个档案 我觉得浪费蛮多的 因为你一半都是放栏位名称 但好像这个格式没办法 因为已经大家都习惯用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切割 切Values 所以其实跟刚刚一样 也就是我刚刚试了一下 发现其实一行程式都不用 应该都不用改什么程式 你就可以马上把刚刚的范本 马上看到 就是刚刚本来是看到PN2.5 现在马上可以看到Ubike的资料 那我其实就是怎么样 可以把刚刚的那个 我们的PN2.5的Jason 把它再建一个module 或者复制一个module 里面的话就是改成Ubike 那其实程式都没有改 只有改哪里呢 改这个 我们GAT后面的超连结 把云端 把网路上面这个 这个点击这个连结 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来就可以 所以GAT后面的话 就是抓另外一个档 那后来我查了一下 里面也是UTU8 所以不用改 然后呢 一样用EValue 因为它一样是中瓜糊 只是前后的那个字串 要把它拿掉 然后呢 丢到List1里面去 并且呢 一样用串接的方法 串串串串串 print出来之后 看结果没OK 结果好像 基本上好像也没什么改 我看一下 再执行一次 你会发现 很快的 有没有Ubike 它的代号 名称 总停车格 有没有 可借的车速 这边都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 大鹏华城 现在只有一台 一个可以借 那系实火车站 有48 依此类推 这边的话呢 就通通会列出来 OK 所以这个资料的话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懂得利用 那个一个范本 要来修改 其实还蛮快的 JASM蛮OK的 另外的话呢 如果这个做完之后 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个什么 试试看 那个另外一个 XML 我觉得这两个 可能会比较需要练习 那这XML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Tree 不过这个Tree的名称 它又变了 它我们Data 本来是在里面的 现在外面 叫Root 这个是Root 变成Data了 然后里面的Data 变成Raw 所以其实你要 不就是改一个名称 不改也没有关系 反正照那个原理原则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Tree 直接就抓过来 直接解析 程式我看应该 也不太需要什么改 OK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当然更好的话 就是以后 反正你多练习几个之后 你会越来越把握 不过看起来 好像很多都类似 都长得像这样 试一下 ML其实也是类似 我刚刚也是把 刚刚的那个 就是XML 其实另存一下 我发现 其实改 好像也不太费 什么大 多大力气 其实只是说 把那个网址改一下 然后把那个输出栏位名称 因为我只要试栏 另外本来这个 For Data in Root 我把它改个名称叫Raw 其实你叫Data 应该也没有问题 那那个名称 只是我们自己取的 一个变数名称 这个不会有影响 只是说我为了变数 我把它改一下好了 OK 这样输出的话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 费太多力气 然后也可以直接存 直接执行的话 看起来好像呢 就很快就OK了 只是说这个也是一样 Permission 因为我这个档是开着 可能要把它关掉 那这样的话输出 应该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它做 做存档 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是什么 Repplace 输出的话 它说CP950 所以这个可能里面有内码 可能转存的时候 它发生错误 因为Unicode 本来是UTU8 转成CP950 是Big 5 那它有这个编码 这个字 它找不到对应关系 所以它可能会转出失败 这个的话 可能再要找其他的方法 要不然就是把这个取代 成别的字 要看一下这什么字 有的时候 Unicode有些字 但是Big 5 没有的 就会有产生 不见得是造字 因为像那个Big 5 它只有 一万三千多个字 那Unicode的话 它最多 因为中文字 延伸到两万多个字 也就以前可能缺的字 要造 现在不用造 因为已经都帮你收入了 也不知道了 不确定是哪一个字 可能要查一下 那个Unicode的位置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那再想想看吧 要不然就是你就再转之UTU8 只是说用那个 Excel开 可能会有问题 不然就再想想看其他方法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好 转出应该没问题 另外的话 如果说你还要练习的话 其实底下 我有把刚刚我做完的程式码贴上 如果你要参考 另外我底下有讲 就是说 可以再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不过丢资料库里面 之前有同学练习 发生问题 一直卡住 他问我怎么办 后来我发现 它里面有单引号 在资料里面有单引号 这个单引号的话呢 如果你要写入到资料库 因为单引号 它是一个保留字 如果你要写到资料库 会发生问题 所以后来我跟他讲说 你程式里面 最后跟他讲说 其实你只要加一行 一个叙述就可以了 就replace 把什么呢 把里面的资料 这边 把那个replace去掉就可以了 就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其实知道说 其中在park 在park里面有一栏 这一栏后面 把那个单引号去掉 那问题就解决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也在这边有 你们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就是把它写到资料库 出现问题 另外的话 因为U-buy 系统好像不是只有新北市 也不是只有台北 其实其他县市也都有 所以中央好像也有 类似的东西 里面也有CSV 也有Jason 但是好像没有差异 只是说这边的话 多一个练习 还有更多 下面还有这么多 这么多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这什么 TISV 动态 这什么 这好像是 不过它是一个压缩档 你可能要解压缩 其他还有什么 像灾害应变中心 它每十分钟会整理 或者是雨量 景广 这是中央气象 其实有开放资料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有一些东西 你就可以去把资料抓过来 做后续的分析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 把这边先做熟 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后面的话 我们就要延伸到网页了 就HTML 网页 那不过为什么网页后讲 先讲这些 因为网页太复杂了 因为网页背后 就是一堆的原始码 所以再来 如果你们做完之后 请各位跳到0604 第六之四 那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我想要抓什么 抓那个 YouTube上面的清单好了 比如说要整理这个清单 像每天 每次上完课 这个各位应该都有说到 我寄给你们的这个清单 因为我的习惯是我希望 把这里面的标题跟超连结 我想要把它汇整到资料库 但如果用人工来做一件 可能要选取 然后按右键要复制连结 如果这么多东西 而且我大概清单有几千个吧 那我用人工来做 我都做到什么时候都做不完 所以如果我可以写一个自动执行 我可以随时自己去抓 那但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去抓里面的 我要的第一个标题 第二个里面的超连结 那所以如果你当然要做 第一个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不过原始码长这样子 你可能光看到你就想 这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教各位一个方法 按右键之外 其实你也不用看原始码 这边有个叫检查的东西 那这个检查功能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要去抓网络资料之前 你一定要先学会随时检查一下 你要的东西 它背后的标签叫什么名称 特别说网页哦 网页背后有标签哦 如果你要抓什么 你要先知道你那个标签名称叫什么 那超连结一定是A A后面的话还有一些东西 所以你这边按右键检查 检查之后的话呢 特别注意 它会秀一些讯息在哪里 理论上它应该是放在右边 在这里 所以你按右键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出现你那个标 你那个东西 它的位置 按右键检查 OK 它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这边的话会出现 那你会发现这边A开头 也就是说呢 里面都是 至少会找的比较近一点 就是在这里 A 然后呢 我们如果要找的话 通常会找它的什么 它的 这个class 这class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它的类别 意思就是说 这个网页里面 你要找的东西 标题字的类别 都叫这个名字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类别 抓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在哪里 那里面的话 可能有五个标题 那你就把这五个 叫这个class的 全部汇整进来 所以在里面 我们可能会需要 再多装一个 一个套件 那个套件里面 有一个function 叫beautiful soup 名称很特别 beautiful soup 就美丽的 汤 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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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beautiful soup 美丽的汤 这什么东西啊 我搞不清楚 反正所以 还是有说命名的话 蛮有趣的 这什么意思 那它其实简单讲起来 就是因为原始码 这么这么这么多 那我们怎么样在 这么多原始码里面 帮你找到你要的东西 所放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透过 第一个标签的类别 第二个 你的超连结 所以超连结里面的话 可能就会有个什么 HREF 所以底下的话 你要找到它的超连在这里 HREF的标签 另外的话 还有里面的标题 里面的标题在这里 重点 有没有 回顾与 确诊档案下载 这个名称 那 所以 如果说我今天 要得到 这个是我的标题名称 还有我的HREF 这两个东西 那我怎么做 OK 未来当然还有啦 后面还有一些範例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 这个YouTube的部分 而且甚至你可以 把影片下载下来 为什么 因为把影片 有超连结嘛 你就可以串流下来 存一个档就可以啦 存MP4啊 或AVI 反正可以播放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下载一些网路标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新闻的名称 跟超连结 我要把它存起来的话 一样 大概差不多 那前面两个範例 比较简单 后面的範例 就ET的对 可能就有一些变化了 然后再来可能变化更多 最后也许就再去抓一些 像台银的外汇资料吧 大概我想 因为下一次只剩一次上课吧 大概就讲这大概几个範例 应该时间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这门课大概就是爬虫的基础 还没有办法到爬虫进阶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真的很厉害的爬虫 也许 我看可能要另外 单独要开一个课程 就是也许就从这个后面 就开始讲起 各式各样 也许你不容易抓 或抓不出来 抓不到的东西 也许再慢慢解释 反正从简单 再慢慢变复杂 OK 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就把今天的那个 从CSV JSON XML 三种格式的 开档跟下载 然后转存的方式 稍微练习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是再来看 稍微更复杂的 这个网页部分 所以回去的话 建议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先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看一下里面原始码 如果你对原始码 比较没有基础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什么叫HTML 我应该都有写过网页吧 基本的概念 应该要有 不然的话 会比较辛苦 因为如果你有网页概念的话 这个东西就比较 比较不算什么 因为一个网页里面 最基本的就是HTML 的那个基本的语言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变漂亮就要CSS 对不对 第三个它里面要做一些变化 动作的话 互动的话 可能会有个JavaScript 所以这三个 你至少如果有一点概念 学爬虫会更适合 否则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 你来学爬虫 你会很多地方 就会有一些盲点 可能会会比较 另外再来就是说 有关那个后端资料库 比如说我们可能传递的参数 它有可能会是 上面网址看得到叫Gate 上面网址看不到叫Post 你如果Gate比较好抓 但是如果你是Post的话 那可能你要有特别的方式去抓 还有有些东西 你看得到抓不到的话 那你可以用Selineum 就是Selineum有点像 它模拟一个浏览器的动作 你可以把所有动作 有点像录制聚集的方法 然后把那个 整个整个动作 记下来之后 它会自动把你要的东西 做完动作之后的那个资料 再把它抓出来 或者类似像你要抢黄牛票 你要抢票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Selineum 就是先把那个动作 先录制下来 时间到的话 自动反复执行 OK 这样的话 不过当然那个部分已经就有点进阶了 所以下一次的话 我们大概从 至少会让大家可以把 看得到的一些 一些基本的网页 至少可以把它抓取下来 没问题 OK 今天的话 时间也差不多 不然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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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